另外在荷宽山上则是有旅客的离谱行径接二连三 不但有人放烟火还将这烟火的纸盒就随意地丢在路边 近期还发现有游客是无视生火的禁令 闯进暗空公园冤风停车场的摊败区来生火吹注 南投风管所表示他们将会以车追人做出相关采访 晚上接近八点 荷宽山冤风停车场摊败区已经关灯打烊 紧密旅客眼看没有人先是开始随意移动摊上的桌子 紧接着忙进忙出搬来各种锅具跟食材 闯进摊位煮了顿晚餐大快朵仪 我觉得非常糟糕 我觉得这种人一定要抓起来发 既然是国家公园或是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保持就是国家该有的规定或是怎样 他们可能一图自己的一时的快乐 国家公园里游客生活吹注民众看了直摇头 而且还乱动别人的东西真的很糟糕 也很夸张 更痛批万一引起火灾就完蛋了 而脱续行为还不止如此 一个烟花的纸盒就这样被丢弃在停车区域 烟花明显有人烧过的痕迹 不管是释放还是任意丢弃都违反国家公园法 太陆北国家公园区内释放烟火 确证的话就会依国家公园法除以新台币 1500到3000 荷宽山暑假游客增多 离谱行径也接二连三 奋冠所表示除了以车追人请相关单位认定裁罚 也以拟修自治条例明定营火野炊的裁罚金额 罚钱事小最怕引起森林火灾 后果不堪设想 记得曾如常能头报道